歡迎大家收聽小李飛到 斬一下眼睛有一年了 一整年了 對,很老套的說句 斬三眼睛 那就一年了 我們很快就要跟2021年說再見 迎接我們的2022年了 所以很韓地了 連尾經常都各大所謂的頒獎 網台 對,我最喜愛XXX 我們都很不倒閉 繼我們上集跟大家分享過外語電影 我們又來到一個 不可以叫我最喜愛的 但是 小李飛都 小李飛都的回顧 2021年的小李飛都回顧 我們就搜集了 我們在YouTube播放量的排名 以及我們Angry的播放量 就跟各位聽眾分享一下 當然也很韓哮 多謝大家的支持 很不理智 是,很不自仇 多謝大家支持 我要多謝山頂的觀眾 我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YouTube的排行榜 榜首的是我們第54集 一腳踏多少算 第二名 第58集 medical interpreter 第三位 十五集的填詞人 第四位是二十六集的四個女人一個去 而第五位是三十八集的鬼同你 podcast 我們聽完YouTube的排行榜之後 我們就要介紹一下 就是Anchor這個平台 就是負責 移送到我們的Apple Podcast 和Spotify 可能大家有時開車的時候 是真的會按出來 就是按我們的Podcast出來聽 我覺得 都挺受腫躁的 就是我們在那邊跟別人說 是的,所以 YouTube和Anchor這個平台 就有不同的排行 雖然第38集的鬼同你 podcast 就是YouTube排行第五 但是反而在我們這個 Spotify和Apple Podcast 第38集的鬼同你 podcast 竟然是排榜首 是否大家是喜歡聽鬼故多一點呢? 尤其是開車的時候 可能一個人開車 終於可以自己在那邊聽 因為有時候可能很多人是害怕的 就說不要聽了 挺好奇這些聽眾是日光日白聽 還是晚上自己在路上飛遲的時候聽 是的 第二名就是第五十四集的 一腳踏多少船 第三位就是醫療教授 竟然這三集都是重複出現 之後第四名就是第49集的 工作上的癡善同事 還有最後第五位就是第55集的 小小鹹多多趣 首先我們要掌聲鼓勵一下大家 還有答謝聽眾 耶 沒有你們就沒有我們 是的 Sami 你覺得這五集 是不是在你意料之內? 其實我覺得這幾集都是 很老實 有些我覺得有些爆冷的 就是不要開哪一集 我真的有些爆冷的 你自己覺得呢? 我最印象深刻其實是 《鬼同你 podcast》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在Facebook有某一個類似 ABC開的Facebook群 他們就有時會說一下 就是Cantonese和其他Asian東西 有時可能偶爾就會有人開帖 就問有沒有一些 是講Cantonese的podcast可以介紹 那我就很記得是某幾個網友 是竟然有分享了我們這個頻道出去 就是他們又說有另外一個帖 就是問有沒有一些鬼故的podcast 他又是分享了我們這個鬼同你 podcast出去 所以 我是不知道究竟是 他們比較喜歡聽鬼故事 還是只不過是 很少podcast是講鬼故事 所以就令到 我覺得其實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我沒有想過講鬼故事 其實我的鬼故事是很會入的 我猜不到是這麼多人聽 這是我意料之內的 還有其實也叫做 其實我們前後也說過兩集鬼故事 嗯 我覺得 可以再等下 我們又上網收集快 我不想 我不想吵 不想再說了是嗎 不是 因為我們的podcast是 我們沒有想過要講回別人 可能在網上流傳的鬼故 就是講回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不想吵 為什麼我要吵 我也不想吵 但是為什麼會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不是 或者是 有沒有一些網友 其實他們有很多鬼故事 就是想來分享 對 想來分享 我就不需要吵 這樣 我也沒有再很多了 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可能一兩個這樣 但是 沒有 我純粹覺得其實鬼故事 是一個很宗主的東西 還有你有沒有發覺 就是 Cantonese speaker 或者香港人 是很喜歡講鬼故事 即是很犯賤地 就算是他們要講 他們很害怕 又要聽 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你看鬼片都是 掩著眼睛 然後明明是漏了紙 都要去看 要去聽 但是都是 很感謝大家支持 我覺得是因為 這個題目 大家可能有興趣 還有少人說 就是因為大部分都可能是說 身邊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有些是 靈異分享 有些可能是很專業的 即是他們是說 一些職業的 是職業的 那 除了這個鬼同理 podcast 我又覺得另外一集 就一腳踏多少船呢 是說得很興起的 因為 那一集我是收集了很多 網友的 P.M. 或者E-mail 他們是報料 即是 有些是 如果大家聽眾有留意 又聽回 是有個網友 是錄了一段音 之後被我放進去 就是我會覺得 豁胡聲音已經過處 大家不要害怕 繼續歡迎投稿 是的 即是每一次 如果有人錄音 發音給我 我都會教一教那些快慢 那聲音就不像 是 但是 真的無其不有 即是可能 我以為我已經遇到一個渣男 但是原來其他 即是聽眾 或者他們的朋友 他們遇到的渣男 以及渣女 都是 這麼PK的 所以我覺得那一集是很特別 是 還有你的慶是 兩樣 一來我們大家越講越有勁 的好慶 另外其實也有些聽眾 真的很好 他們真的會PM我們 有些人很誠實的 對不起 我這集我真的聽不下去 因為很生氣 我自己聽到拳頭都硬 其實這些留言 我們都喜歡 我們都會接受的 是的 而且我記得我分享了中學的渣父校 是 然後那些中學同學有訊息 有些人就跟我說 你講漏了 你不明白這件故事是 那你可以在那裡加一加拆一點點 我要找回 可能下一集補回給大家 新年開始補回給大家 但是 大家都很開心 大家真的認真去聽 你忘記了那一年 你忘記了那一年 還有這個點嗎 那些 是的 就是有這個聯繫 然後大家 又有些人說 你幹嘛不找我 我還有一個更爆一點的 我心裡做我要考 但是這集我 都其實 你說說得輕鬆 或者說得開心 其實有很多資料 但是同時間是很深呼的 就是真的 其實總有這麼多的事情去發生 不是真的看電視 什麼魚有雷同 實屬巧合 真的是真人真事 會發生 所以 那些戲如人生的那些 很討厭 真的很適合 還有我記得這一集是由Alphie 上來做這個 嘉賓 是長期住場的嘉賓 是的 另外一集就是 《醫療寫師》 嗯 這一集呢 我沒想過我們的正經的東西可以上榜 因為其實我們一向說話沒什麼營養 所以就說 為什麼有些正經的東西可以上榜 不是 不過這一集我都覺得 我自己都學到東西的 因為我 我是家人 他們都有讀《醫療寫師》 其實我 大致上我都以為 都是翻譯的 你不會預期到 你每一天都要經歷不同的事情 嗯 但反而因為我這一集 我是有分享到不同的Facebook Group 有些人留言是 真的很留心聽 聽完之後 因為他也是現在報了命 去讀《醫療寫師》 嗯 所以呢 他就說 你剛好你有這一集是講《醫療寫師》 我就分享給我的同學仔聽 嗯 就是他們可以知道 我們讀完這個課程之後 我們如果真的要去醫院做了 我們應該有什麼期望呢 還會發生什麼事呢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 雖然這一集我都沒有想過 就是 這麼有營養的 集合所 是可以上了兩個榜 嗯 這裡 還要都是Top 3 是啊 所以這裡我也要感謝我們嘉賓Candy 上來慷慨地分享她的經驗 因為我很記得她有一本報紙 她寫下了她發生過的事 所以是非常有準備的 所以這一集是特別流暢 還有 我很記得播完這一集之後 是有一個在英國的聽眾 因為她自己也是在醫療的 她就要做研究研究 她就找了我 就希望可以託我找到Candy 哈哈 因為她自己也有一個Podcast 我說可以啊 我可以分享你的聯絡資訊給Candy 他們就 我不知道之後他們有沒有做一些 可能是面對的事 但是 是去到英國都有人聽的時候 真的 我們的Podcast以後不可以再說 我們的Podcast沒有人聽的 哈哈 真的有人聽的 所以其實 我明白是真的很開心 原來有人會認真聽的 不是 頭尾飛飛飛的 因為是真的有些朋友 即是出了街會私聊 喂你剛才那集 中間說某些東西 然後她會給我回答 那她說那一刻 那我就回覆我們說的東西 但是真的有人會抽起中間某些東西 然後去找你 所以原來我們是要負責任的 你不可以再在這裡救我 你不可以再在這裡救我 是的 我們不可以 太不負責任 我們要有些良心 不過你說開 有不同的國家的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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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範圍都是年輕人 而且大部份都是女性 所以比較八卦 我覺得挺有趣的 除了美國、香港、澳洲、加拿大、英國 都是比較多人聽的 我不知道大家在地區的生活比較滿 或是沒有一些他們覺得很有趣的Podcast 以前你也有心機,你也會上網聽 沒有我們那麼無厘的 可能我們每一次是臨急捕伐他們 我們今天說什麼好 我們今天的唱片說什麼好 你這樣說,我記得在較早期 應該是未過100集的時候 我們有準備過 我們都準備過 對不起 我太激動了 我記得在較早期 你有跟我分享過 我們居然打入了澳門什麼Podcast 排行榜還是榜上有名 很神奇 因為那個是我們小李飛 第一個受應受勝的排名 但我覺得挺神奇 在澳門這個地方居然有我們的存在 聽完的人是覺得開心 想打爆我們 但又不聽 我現在這樣說 不過你這樣說 到了澳門 之後你記得有一個台灣的平台 就叫做 My Music 他們是有一個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負責 就是Podcast 那個感覺 的一個管理員 還是怎樣 他就 希望我們可以授權給他 把我們的節目 發出去 上架 我心想 台灣 我們 我們 對 你有沒有找到我 我會覺得 我說不是吧 因為我是想 台灣人會喜歡聽廣東話的東西嗎 我有問過他 但是我們的Podcast 是廣東話為主 有沒有問題 他說 沒有問題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想 多元化一些 有不同的語言 都非常歡迎 所以那個我又覺得 其實我第一刻 我會覺得 是不是一個賠償 是 但是他又沒有問我拿錢 還有我們這些都是 沒有收錢的 我們也沒有做廣告的 我們 純自家製作 純自家製作 我又沒有說 我們很需要資金 我們又沒有 Pay me 這條鈴在下面 對 所以 對 真的很受寵若驚 沒有想過 曾經香港 好像有一個平台 有找過我們 對 Jokes 那天我又覺得是賠償 不知道 因為所有人都覺得是賠償 但是 我有問過 我第一次 我問過 要不要付錢 上架 我不用 然後我又馬上問 我熟悉 Tag的朋友 現在叫媒體 媒體 媒體 有沒有聽過這些平台 每一次 我們香港台灣兩次 我問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對 是假的 是假的 也有問過他們的意見 對 所以 希望有不同的平台 可以繼續找我們 我們是不收錢的 但是最重要 你幫我們 分享出去 我們就可以 可以繼續做 因為我們 我們真的自家製作 完全是沒有 是沒有收錢 我們不是應該收錢嗎? 你給我 我給你 左手交右手 除了這三集 你又覺得 有沒有一些 集數 即是在榜上 有些集數 你又覺得 其實這一集 我也覺得很好聽 我自己 其實 這幾集裡面 我印象最深刻 是 少少鹹多多脫 首先 那集 錄得很開心 是 而來 是 還有很多 你知不知道 我想說 因為 如果大家聽眾 有聽 我們這一集是 沒有聽的條連結在下面 是 有什麼 是不是猜燈米 就是少少猜燈米 一開始就是猜燈米 一開始就是 鐵後魚 鐵後魚 真的很虧白 之後就變成 無聊 我是 準備這一集之前 我是搜尋了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網站 又有些擺錄明 你一定聽過 我不可以 這些太容易了 這樣 但是 那一集是很好笑 但是有很多 所以 當我去剪輯 去剪輯 那一集的時候 我是 重複聽了兩三次 是 是整條 不過你要 那一集是大家想的 那一集 你可否說到 是的 因為我們要想 但是想的時候 我們要盡量 發出的聲音 噔噔噔噔 是的 但是那一集是 挺開心的 跟主席玩得 糟了 我剛剛說 糟了 他的名字 我忘記了你 剪掉他 哈哈 是啊 但是反而 是 我剛剛想說 就是反而 我沒想過 四個女人一個去呢 在YouTube上榜 這個就是 你先說的 就是我心目中認為爆爛 那一集 是嗎 我個人認為 就是 他的名字 令大家覺得挺有趣 八卦 但是我又要很欣賞 大家有勇氣 按進去那一刻 平時我們兩個已經夠吵 三個女人一個去已經很吵 現在還要四個女人 你還要這麼膽 按進去 可能是很有共鳴 即是 無論大家 聽不聽得完 能不能頂到最後 還是已經過了中間 我也很感謝大家 有這個勇氣去按進去 因為其實那一集 我們最初是想說一下 阿琪和Elphi的工作經驗 其實去到後期 我們有點偏離了 已經說 贊重一下母愛 我又要說一下 不知如何處理家裡的事情 是 而且還要說 因為他們是嫁來美國 就要放棄香港所有事情 所有事情都好像拉過一點 這樣其實都說了很多事情 是啊 但是我多謝大家可以 容忍到四個女人在這裏 blah blah blah的這個去 是啊 哈哈 不是 我們是不是第一集 有兩個嘉賓 不是 很久之前 因為之前有試過 有三個或四個 但是 又不是每個人都發熱 就是今次是 所有參與的嘉賓 都真的有去說話 不是 那你又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我們初期的時候 都還沒有很懂 如何去控制流動 我們很green 是我們很green 那就不是很懂 如何控制流動 又不是很懂 就是怎樣去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要接球 拋球給你又接 這樣 那就不會有dead air 又可以令到嘉賓 就算有兩個嘉賓都好 都是很 很接觸 就是這個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這一年裏面 做了這麼多集 podcast 練習回來的一些技巧 可不可以這樣說句 很觀看 但是 對啦 我們的經驗是儲回來的 對啦 因為其實 你也是 想著 一開始就是 去年 我們兩個是因為 COVID 那就是 一些副產品來的 這個podcast 是 就是想著 平時也有這麼多水催 不如錄了它 不如錄了它 大家可能會喜歡聽 就是很天真地想 嗯 但是 又真的 有不同的 topic 的時候 又真的 有不定 對啦 雖然我們說 聽錄了 說什麼好 但是其實我們 每一年 今年叫做 踏入第二個年頭 是 我們又真的 好像很神心地 我們真的有個 spreadsheet 去 我們應該這樣講這些 就是懶題 這樣排好 雖然有 少許改動 基本上我們都 挺跟著這個flow去做 還有 有時候會臨時改題目 還有很多貨 對 有時候會臨時改題目 對 這集不趕著 放在後備的帳戶那裏 那 暫時來說 我們還可以捱到22年 對 還有我是很努力去找不同的嘉賓 對 因為之前有兩個嘉賓 都是 不了了之了 希望 之後都可以聯絡他們 再 再上 因為其實 其中一個嘉賓 我是很想請他上來的 嗯 因為他最近都挺紅的 嗯 就是上了不同的節目 這樣 嗯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是沒有人聽的 podcast 我也不知道 突然會覺得 不要啦 這樣 嗯 那就有點擔心 但也希望 嗯 就算是 就是聽眾 你們不是什麼什麼KOL啊 又不是有特別的職業啊 但是如果你有些 topic 你覺得其實你可以分享出去的 都歡迎 或者你想和人聊天 我們一起夾個 topic 都可以 你不用 counseling 對 我也很想聊天 那我們可以一起聊一個大家對的 topic 都可以的 我們真的很享受 這樣啊 喂 那我們不如就 是 你說吧 我們為什麼今天 我們這集 不斷 不斷 打架 不 年尾趕下班 你先說 你先說 我想說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了 是啊 你講到嘉賓 我只想覺得 21年呢 我發覺 打架了很多人情牌 現在在想著 怎麼玩 哈哈 如果是說人情牌 就不用玩了 是啊 就是 還要反過來 可能聊完 他們說 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請你吃飯 你什麼時候回來 再玩 就是 其實是我叫他們上來 聊天 聊天之後 我回去做黑人請我吃飯 不是 還有呢 因為其實我是 就是 播放之後 就是開了播放之後 我香港的朋友 是真的會按進去聽 說 喂 我真的有時候會聽你說話 是不是很親切呢 還有是開心 他們真的有去留意和聽 有些朋友都會說 喂 我認識誰 或者我認識一個人 做某些事情 你有沒有興趣 大家也都很熱心去給想法 或者去推薦 自戰也好 推薦也好 都很多這些 很有愛的表現 嗯 不如我們 雖然呢 我們的榜 就是有頭五名 嗯 有沒有一些雜數 其實你覺得 應該上榜的 還有為什麼呢 你現在就問一問我 我有沒有想到 不是 集數那些數字 我就不考慮了 就是你有沒有一些項目 有沒有一些項目 其實你想一下 其實他應該是上榜的 但是 就是很可惜 就是不入 這個 頭五名之內 那又沒有 其實 因為我覺得 這幾集呢 都是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嗯 嗯 就是說到底 我真的 我依然是覺得 這個小小鹹多了 我是 最深刻 又有印象的 哦 或者 你轉一圈 有一集 我會覺得 這個 我們港式派對 哦 是 就是 Ringo 上來那集 純粹是覺得 講一些以前的事 我又覺得 大家可能會多些共鳴 會想聽 是 所以那集 我有想過 是 會多 feedback 或者怎樣的 那又或者可能 是大家覺得 嘿 港式派對 來來去去吃那些 菠蘿腸仔 嗯 三文字 有什麼好說 也有機會是這樣的 所以沒有答案 嗯 啊 或者 食禮儀 那一集 也有很多人給我 feedback 哦 什麼夾夾夾 是 因為 因為那一集 我覺得 我本身沒有想過 這麼多 feedback 可能也是很普通的一集 但竟然那一集出門之後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說開 我有聽你的 podcast 有些你上次說 摺摺聲 或者怎樣 很有共鳴 那些 就是那一集 我聽到很多 feedback 都有共鳴的 所以我也有點驚訝 那一集 沒有上榜 哦 不過你講開共鳴 因為 你記不記得 我們請了 一路向西雅圖的 page Tiffany 上來做嘉賓 代表他們的 page 上來做嘉賓 就是 他一講開這個 Costco 是 很多共鳴 甚至是 香港遇上西雅圖的 Wendy 他說 Costco買的衣服很有共鳴 所以呢 我覺得 接下來 新一年 其實我們除了有 我最喜愛的系列 其實我們可以開一些 有誰共鳴的 podcast 的題目 就是有沒有一些共鳴啊 你們 這樣 我突然想起 其樂其樂那些 嘖 的共鳴 對 那些其樂的共鳴 因為其實 可能我們每一次 一見 因為其實我那次 一上完西雅圖那一集之後 那一天 我就去了Costco 就是我想起 那一集 他們講Costco的衣服 我真的會看到 他們會笑出來的 你有沒有看到 你很多東西可以買 那一刻 你覺得自己很幸福 是啊 還有 但是我一見到那一本 Liflet 我又想起 他們說跑馬驚 對 但是我其實 我真的覺得 講西雅圖那一集 其實是應該上榜 因為其實那一集 第一次是 和一個嘉賓 就是我們錄了 podcast之前 我們有個初訊號 嗯 就是我們只不過見了一面 就是可能聊了15分鐘 嗯 就是我沒有想過錄 podcast的時候 我是覺得 那麼順暢 就是有時候 有很多嘉賓 可能第一次去開咪 去接受訪問 那樣 他們是會緊張的 他是真的會緊張 嗯 所以我們都要一些時間去 就是可能要 帶著他們 怎樣 嗯嗯 就是說他們的故事出來 但是我覺得 Tiffany 是 完全是 兩回事 天生做這些 那樣的材料 是啊 就是我想說 如果Tiffany你有聽 就是我覺得你是 說就說你很緊張 但是我覺得你是 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 介念 就是幫助 就是我們完全是 只是問你一個問題 你就可以自己 說很多東西出來 他簡直是 預知我們下一條問題 就是我們真的坐在那裡 那天 是啊 就是我都說 他是很 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Google Dot 是完全 他是寫了 篇文章出來 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問問題 我們這麼多嘉賓 應該就是他 長跑依依 是 還有 細B依依 是 是他們很認真 就是你那兩個 你那兩個唱者是 寫出來 寫了答案 是啊 那麼 我又真的 我覺得 因為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 結論 有很多集 都已經可能 六個星期 二或以上 所以我覺得 都是有點不公平 就是對西亞圖那一集 因為西亞圖也是 上載了兩個星期 對 兩個星期 所以 嗯 其實我真的覺得西亞圖那一集 是應該上榜的 還有 有Tiffany做嘉賓 是令到我舒服很多 為什麼呢 我就不用太多剪輯了 因為每一次 每一次我錄完 我都要聽 那一段 曲 是 可能聽四、五次或以上 那我要做一些剪輯 但是那一集 是完全是 我只是聽一次 之後 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 可以寫出來 這樣 還有我覺得 做了 我們今天應該是69集 以來這麼多的嘉賓 基本上 只要你們說 我沒有話說的 我都很想叫你收皮 每個小時都說不到 那些嘉賓呢 我們就打個底 可以開兩集 是啊 如果 反過來 那些嘉賓 問你們一集是說多久的 我們說了個數 給他聽 嗯 應該可以 通常這些嘉賓 真的應該剛剛好 那些中數 就可以收工 是 但是真的很多那些 我沒有話說的 那 我很緊張的 對 就會越說越開 其實會再講好 所以 還是那句 如果大家有興趣上來 做嘉賓 跟我們聊聊天 真的不要擔心 你一定會有話說的 是 即是 就算你是 哪怕你是一個口水佬 我們都不會害怕你的 來啊 哈哈 我們不會圈你的 放心 來啊 喂 那我問一下你 我又要做主持 那我問一下你 那接下來這一年的Podcast 你有什麼期望 有什麼目標呢 我的目標就是 我的Description可以準時教功課 我很坦白的 哈哈哈哈 我想說 我想說我們上一集 你還沒有教Description給我 我要在這裡 對不起你啊 Doris 因為實在 最近工作上的轉變 真的忙到黏了 真的 我自己都 不分日夜 所以 是慢了一些的 所以我希望 接下來這一年 在Podcast的 期望 就是我的Description可以 早些交道功課 哈哈 那我希望 那你自己呢 其實我接下來這一年的期望 是希望多一些 是不是叫做素人 就是 不是任何的KOL 又沒有任何的YouTube Channel 那些呢 可以 當作是網友這樣上來聊天 就是 找到一些不同類型的嘉賓 是啊 就是有時候 你都知道我們的Podcast 有時候是 大部分時間 都是一些很沒有營養的題目 那 希望有些題目是有營養的 可能是說一下 他們做的職業 有些有多特別啊 或者是 就是好像我們之前 都沒有想過 原來西亞圖的Wendy她的填詞 就是我們寫了很多問題 就是 究竟你是怎樣認識那些明星的 還有那些明星是不是很醜串的 那些 就是有一些 我們完全是沒有想過有的職業呢 其實我是覺得很驚訝 就是會 有這些事情做的嗎 這樣 我有幾個 可以整理一下 你有一些想起 就是說這些 所謂 不要特別冷滿一些的職業 或者一些 鮮為人之一點的職業 是啊 這個就是我接下來 希望可以多些交流 就是和網友 和觀眾 大家不用只聽到我們兩個在這裡 吹水 是啊 可以上來 其實你也可以吹水 這樣 還有 希望 剪輯的速度快些 因為有時候我是很三心兩意 我就覺得 啊 這裡 可不可以剪掉呢 還是可以整理一下不同的位置 這樣 還有 就是 希望可以速度快些 因為每一次都要聽幾次 才滿意 才收貨 那 就是這樣 那 這個就是我接下來 對 podcast 的期望 還有給我自己的要求 那 就是 希望大家多一點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有空就分享一下 就是 真的 PM我們給我們一些 feedback 好又好 不好又不好 都沒問題 告訴我們大家一起改進一下 是啊 還有 都是要賣一下廣告 因為我們最近都開了一個facebook page 那大家可以search 小莉飛刀 那就可以找到我們 另外我們有Instagram 還有YouTube channel 那如果你不想開車的時候都聽到我們的聲音 或者可以 在電腦裡打開YouTube 那就找回小莉飛刀 都會找到我們 這麼多集的 podcast 集數 那希望大家喜歡聽 還有 都已經是2021年最後一集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就已經是2022年了 See you next year 但我們都還未知道我們 接下來下一集是什麼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 希望大家喜歡聽我們今集的 wrap up 那如果有任何意見 不妨在我們小莉飛刀的facebook page Instagram YouTube channel留言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自家製作 訂閱、讚、分享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想假的集數了 我們明年再見 拜拜 新年快樂 我們也快樂 我тр